见证425 作者北京大法弟子 从1998年末开始 我们与天津弟子交流接触较为频繁 从他们那里请来科有真善忍的同植香炉 之前都是普通同香炉 以及各种形制的师父法相和法轮章 那时我相识的弟子家中 几乎都竟有师父法相 每日上香 感觉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 集体学法或交流体会时 我们环坐在师父法相下面 真的是好幸福 然而这美好的一切 在那举世文明的425后被打破了 99年4月25号之前几日 我们得知天津弟子被抓后十分震惊 当时以为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 因为98年5月间的北京电视台大法弟子讲明真相一事 就是因为北京电视台不真正了解法轮功才酿成大错 错误报道妄下结论 我相熟的几位天津弟子在凌晨三点被公安闯入家中粗暴绑架 他们的家人告诉我们 我们试过都没有办法 在天津找谁都没用 想解决问题只有找中央了 99年4月24号下午 我和几位北京弟子前往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反映情况 当时没有人正面接待 只是不明身份的几个人向我们了解情况 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弟子 傍晚时分 来了一些公安人员让我们离开此地 在我们执意要讲明真相 要求放人的情况下 他们将我们带入对面的一个院里 我们一一向他们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们依然坚持让我们离开 并用警车尾随 几番下车催促我们离开 我告诉他们 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明天还会来的 他们不管这些 只是要求我们现在赶快离开此地 不要再回来 他们会看着我们离开 我们当时心里很难过 知道天津弟子在受难 这时过来一位女士建议我说 找他们都没有用 你的朋友在里面一定不好过 你要想尽快解决问题 就要找上头 你写明情况 我试着给你递上去 我过两天有机会见朱荣基 我见他友好的表情 便留下了他的名片 是基督教的什么职务 现在我已经忘记了 次日也就是1999年4月25号 早上八点多 我又来到了信访办 那里到处都是人 有大法弟子 路人民众和便衣警察 我一如既往前往信访办 依然是警察便衣党路 并说你们的人都在中南海那边 人太多 你们都站在那边吧 我听后很高兴 来了那么多弟子 一路上都有警察指挥路线 并说 是法轮功上访的 就往那边去 指中南海 在路口 我看到四面八方 三三两两的人 都在警察们的指引下 向中南海这边汇集 估计都是大法弟子 到了那里 我看到弟子们安静 井然地站立在中南海 对面的人行道上 那个场景至今铭记在心 很感人 肃穆祥和 我随即站入队尾 很快我之后形成了一条长龙 由于人越来越多 人流有五六排 为了方便行人和住户走路 我们分段让出左右和前面的人行道 这样我站在我这一个小方镇的第一排第一个 这样一站就是十个小时 等待着中央的答复 期间我没有离开过一分钟 甚至没有吃过东西和喝水 这是我有史以来持续站着最长的时间 几乎不怎么动 我以我的真心 希望中央政府能了解实情 解决问题 这期间有几位弟子 因为年龄大或身体原因 在后面休息 时不时让我休息一下 他们替我站会儿 我一一婉拒 一位通过我而得法修炼的同事看到我 立即加入到我这一行列 他也几次要唤我休息 我告诉他 这是修炼 不是谁能代替谁的 我可以坚持 路边住户居民下班回家 看到我们惊讶地说 你们真行 还站在这儿呢 真能坚持 这期间不断传来消息 选代表进去面谈 再选代表进去 等待面谈结果 我一次次期盼着中央领导 能够静心倾听我们的意见 了解法轮功修炼者是一群 多么善良和美好的群体 希望他们能够正确解决天津绑架大法弟子事件 晚上七点钟左右 我到周围走走 看到弟子都在安静祥和的静静等候弟子与朱镕基面谈的结果 直到九点多钟 弟子代表出来 朱镕基同意释放天津弟子 我们得知消息后 相继离开 这时时间已近十点 远郊区县的弟子已经没有车回家 我们分别邀请他们住到市区弟子家 这之后 我再度领悟到修炼的严肃 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大法弟子 四二五表现出的那种纯善的力量 始终感染着我 在以后的修炼路上 在风雨中鼓舞着我 四二五之光映射出大法弟子 开中国民众和平理性上访之先河 我为自己是师父的弟子 而永远的自豪